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晚安,欢迎收看6月4号星期一的晚间新闻,我是刘家恩,新闻的详细内容 多伦多市中心的伊顿救命中心,上星期六晚发生严重枪击惨案,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 涉案疑犯在今天凌晨向警方自首之后被拘押,并在今天过堂 多市警方说,疑犯在今天凌晨两点半左右,到市中心的第52分局总部投案自首 在星期六晚6点20分左右,多市伊顿救命中心的美食广场发生枪击案,持枪歹逃,向人群连开15枪 24岁男子Ahamid Hansen当场被击毙,六名伤者当中,一名头部中枪的13岁男童 以及一名颈部和胸部多处中枪的男子一度性命危残,不过目前情况尚算稳定 另外,一名28岁的孕婦在人群疏散时被撞倒,仍然在医院休养,而创击案中的其他伤者已经出院 警方说,六名伤者都和死者无关,这顿救命中心已经在今天重开,不过美食广场的案发现场依然关闭 救命中心门前,不时有民众摆放鲜花和卡,而救命中心附近的Dundas广场,亦都在昨晚举行势规模的守夜活动 安省进步保守党日前公布了一份政府机密文件,披露了省卫生厅自2007年以来 针对安省空中救护队涉及的急救意外所进行的调查 事件令执政的自由党政府饱受各界评纪 自2007年以来,卫生厅总共调查了145宗案件 其中26宗涉及患者死亡个案,40宗是在省府确立救援队新领导班次后启动调查的 由于空中服务救援队,近年来的一连串财政以及管理丑闻 进步保守党领袖胡达克,要求省长麦坚迪辞退卫生厅长马修斯 不过麦坚迪就反驳说,法医已经证实,在接受调查的案件中,患者的病情和空中救护队无关 按省自由党政府打算翻部新规例,限制省内幼儿院到12年级学校班级的学生人数 在新规例下,每班全日在幼稚园将会有两名老师 而每班的平均学生人数会是26人 令幼稚园的幼儿班至三年级的平均学生人数会是23人左右 九成的班级将会只有少于20名学生 到了四年级至八年级,平均学生人数不会多过25人 而九年级至十二年级,平均学生就会是22人 自由党说,新规例将有利于促进学生学习 以及保留教师职位 而之前,自由党一直试图说服教师工会 接受省府冬申的提议 德国警方今天证实,涉嫌犯下震惊本国 乃至全球的残肢油包产案 疑犯Luca Rocco Magnota已经在柏林被当地警方拘捕 柏林警方发言人对本国传媒证实 在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左右 警方在一个网巴拘捕了Rocco Magnota 目前,他被关押在柏林的监狱 德国警方说,Rocco Magnota将会在星期二过堂 29岁的 Magnota涉嫌残忍杀害满地壳中国留学生林俊 并将杀人碎尸的过程拍摄成影片上载到部联网 这段长达11分钟的影片当中 身穿一身黑色衣服的 Magnota 正杀害一名被捆绑在床上的裸体男子 警方相信这段片段并非偽造 Magnota随后将残属分别寄网握退华的保守党 和自由党总部办公室 目前,Magnota被控以一级谋杀 涉续尸体,散布色情暴力 以及骚扰总理哈柏 及其他国会官员等多项罪名 现在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会有国际新闻 最新的白雀豪苑2150Condos 位于Lawrence加Warden和Bergman中间 由意大利名司设计,豪华典牙,设备完善 价钱由188000起 9尺楼底,赤格子是由330元起 并奉送车位及储物室 推广期间,送现金5000元起 欢迎经纪合作 请致电特约代理商 DSA Realty国际地产 416-888-7899 416-888-789 行云山水间,归来御花园 皇家别院,王府井集团右衣立作 为您量身定制您的理想家园 占地27英亩,井陵自然保护区 13栋生态景观庭院 树林茂密,美景天成 成熟社区配套齐全 皇家别院,6月2日盛庄登场 详情请致电905-887-8889 或浏览公司网站 全新英文财经频道 同识中国到亚洲的经济动物 发放更全面的财经信息 China's banking regulators reliterate their determination to ramp up support for small firms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led declines for banks after report show combined lending growth for the nation's big four banks was almost zero Hong Kong's market bleeds twice more than Shanghai does 财经亚洲 同星期一至五 准时为您播放 迷人的风景 悠久的历史 全英文的讲解 让本地土生土长的华人 更容易了解 中国的寿美山川 和风土人情 旅游指南带您一起去度假 各位观众 晚安 继续是新闻时间 国际分明的消息 来入利安南部城市 拉角斯发生空难 一架客机冲落机场附近的民居 既上153人全部离难 包括6名中国旅客 而地面最少40人死亡 客机最委后着火无烟 清楚见到引擎 以及机翼等残骸 散布在多个地方 大批民众围观 也都有民众 自发协作消防 拖后破旧 中国大使馆证实 有6名中国公民 乘坐出示航班 已经联络到他们的亲友 客机属于当地私营企业 丹娜航空公司 载着153名乘客 和机组人员 在当地时间 在星期日下午 由首都阿布甲气飞 飞到南部拉角斯 在接近机场市 中央贫民区一栋 两层建筑物 以及一座教堂 民航局表示 机上人员全部离难 外电引述目击写指 出示客机飞得很低 追尾之后立即猛烈起火 再引发几次爆炸 由于事发区域 人口密度相当高 造成大量伤亡 也引起数以千计民众为官 救援受阻 警员甚至要用警棍驱赶群众 开路给消防和救活车 现场水源太少 官邮也有困难 当局未有公布出示客机的类型 但丹娜航空公司 一向采用美国密度83型号客机 这种客机可以乘载155人 为庆祝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登基60周年 在英国伦敦 有盛大的水上巡游 千几艘船参加 除了皇室成员之外 大批民众也都在两岸观赏 一千艘大大小小 不同造型的船隻 组成船队 在泰吳士河巡游 场面壮观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以一身银白色套装 出席巡游 在皇夫菲立亲王 皇主查理师夫妇陪同下 登上皇家游船 贵连皇子抗礼 和哈利皇子 也有出席巡游 沿岸过百万名民众欢迎 皇家游船用了近万朵鲜花布置 由超过100年历史 由18人参长的皇家平底船 格洛里亚纳号领航 带领船队巡游 今次是英国皇室 350年来 规模最大的一次 水上巡游活动 船队到达终点时 伦敦塔桥有名炮致敬仪式 巡游接近尾声的时候下雨 不过都无了乐队和合唱团演出 为巡游增添欢乐气氛 最后伦敦塔桥发放烟花 为巡游画上句号 白金汉公今天证实 英女皇丈夫 爱丁堡公爵 因为膀胱感染送入医院接受治疗 今年90岁的爱丁堡公爵 去年圣诞节的时候 亦都曾经住院 当时她被诊断出患有心脏病 需要接受手术 爱丁堡公爵 将不会出席今晚 在白金汉公前 为庆祝英女皇 登基60周年 举行的大型音乐会 朱利亚总统阿萨德 昨日发表讲话 否认政府军 製造胡拉市的惨案 并为针对反对派 处处的行动辩误 这次是阿萨德 至今年1月以来 首次公开发表讲话 谈到上星期发生的 胡拉市惨案时 阿萨德说 政府军队和此事 毫无关系 在电视讲话中 阿萨德堅称 是国外势力 所支持的恐怖分子 将敘利亚 推向战争的船窝 敘利亚中部胡拉市 在5月25日晚 发生108人被屠杀的惨剧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在6月1日 在日内瓦举行 关于敘利亚人权状况惡化 和胡拉市屠杀的特别会议 并通过决议认为 敘利亚政府 和亲政府民兵 对胡拉市的屠杀 事件负有责任 如果敘利亚官方传媒 就说 这个是恐怖组织的所谓 伊赖克首都巴格达 今天发生一宗自杀式 汽车弹弹击事件 造成最少15人死亡 65人受伤 爆炸在当地时间10点45分 发生在位于 包布木塔姆区的 卫生部办公区附近 由于事发地 距离一处12派 穆斯林宗教管理机构很近 警方 据此初步分析 爆炸可能和宗教冲突有关 目前 还没有组织或个人 宣称对爆炸事件负责 警方已经封锁 演场展开调查 死伤人数或会转一步增加 伊赖克近期 交派民族矛盾激发 主要政治派别斗争激烈 暴力袭击事件 亦都出现上升趋势 南韩传媒报导 南韩得到美国同意 将导弹的射程 升至550公里 可以攻击北韩境内的任何地方 据南韩中央日报报导 美国和南韩 决定将南韩弹道导弹的射程 由现时的300公里 延长至550公里 令北韩全境都被纳入射程范围内 根据两国在79年签署的导弹协定 南韩弹道导弹的射程 不可超过300公里 以免触发军备竞赛 不过随着北韩不断研发长程导弹 南韩觉得有需要增加导弹射程 以抗衡北韩的威胁 南韩现时虽然拥有射程1500公里的巡航导弹 不过巡航导弹的飞行速度较弹道导弹慢 破坏力也较低 南韩原本想将弹道导弹的射程增至1000公里 令在南部发射的导弹 都可以抵达北韩任何地方 不过美国认为 1000公里的射程 会将中国和俄罗斯部分地区 亦包含在射程范围内 所以拒绝了南韩的要求 最终 双方同意将射程定为550公里 以后部署在南韩北部的弹道导弹 将可以直接摧毁北韩后方的导弹基地 南韩政府还未证实延长导弹导弹射程的消息 预料美韩两国 将会在本月中的部长会谈上 正式公布修改导弹协定 另外 北韩人民军总参谋部 向南韩总统李明博发出通牒 指责南韩传媒 对北韩慶祝少年团 创立66周年的青少年节日 进行负面报导 要求南韩道歉謝罪 否则会面临北韩的报复胜线